因為剛質和穩定的表現,所以我選了Pofoto Hello,大家好,我是楊輝 我主要是拍婚紗和影像 對於我來說,燈光對於我的創作很重要 所以在兩年前,我為Studio尋找合適的閃光系統 因為燈頭的設計,光質和周邊的配件 我最後選了Pofoto 戶外拍攝對於婚紗攝影很重要 所以去年發布的Pofoto B1對於我的拍攝是很有幫助 你對我的啦 音樂 除了戶外拍攝 在一些特別的拍攝環境 Pofoto B1都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就像去年為商台拍攝場行 我們需要在全黑的環境下進行拍攝 所以不需要額外電源的Pofoto B1 為我們提供了安全和有效的拍攝 今年Pofoto再次推出全新的產品 Pofoto B2和OCF一系列光線塑造工具 Pofoto B2設計輕巧 有250W的輸出 還有可以提供AIR TTL 還有高速同步 再配合Pofoto B1 你就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戶外拍攝 今次我們特意選擇一個在水邊 而且不方便擺放燈架的地方 去測試一下B2的輕巧設計 由於日落的時間 整個過程前後不夠30分鐘 在不方便擺放燈架的情況下 女助手都可以輕易舉起Pofoto B2 連OCF二乘三吋的油光箱 儘管地理的因素 B2的輕巧設計 令我們感到滿意 和可以順利完成拍攝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次的相片 超高的指導 這邊請看 為了可我 以為了可樂指導 另一個指導 定又可以 在不方便 ethn快的指導 指導 來自足 有彈簽 指導 指導